在面对总统大选对美国来讲的大选 除了产业面要抗中之外 在国际处境上当然新闻事件也是非常的多 现在看一个最新的画面是 昨天英美联手攻击了青年运动军的36个目标 我们看到画面上是包括了有13个地点 36个目标有地下武器库 飞弹系统 还有发射器 防空系统 雷达等等的 发射了超过125枚的精准导弹去攻击 那被说美军出动B10BB的轰炸机去攻击 和膝带的核弹影响力不容小觑 也就是说它现在攻击哪里呢 往这个地下武器库这些地方攻击 是来自于袭击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去做的 前两天的是伊拉克相关的周边 所以这是在约旦的美军基地被攻击轰炸 造成了三名美军士兵的死亡 40个人的受伤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才做出来几个连续的反应动作 其实隔离一个礼拜为什么 大家有很多讨论 其中扩大制裁说要断伊朗革命卫队的金流 是认定了是这个机构来提供相关的武器 甚至造成了相关的攻击 所以不管是用制裁的方式 或者是以打击伊朗的弹道飞弹这些硬体设施 来进行空炸表示暴富之外 还有美国司法部也对伊朗扣押52万桶的伊朗原油 查获中国石油公司试图洗钱等等1.8亿案 切断伊朗恶意行动的非法金源来说 来自中国石油公司 这个是美方现在的做法 这个是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来反击了 他说昨晚美国对叙利亚伊拉克的攻击是危险行动 又一次的战略错误突增区域紧张跟动荡 但这种一连串的动作以来 显然是必须要对国内的选民交代 因为这一个礼拜以来 这个拜登的威望一直在其他的议员的攻击里面 自家人都一样 认为你怎么可以软弱无能 没有去报复当我们美军你的性命 受到攻击跟轰炸的时候呢 那动手去报复的时间点 为什么苦等一星期媒体有很多分析 因为各方等待美军攻击已经好几天了 共和党对回应时机力道已经骂到不行了 国内的这个轰炸是已经 其他的议员都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结果外交专家说 这是要让德黑兰撤出人员 以免美伊双方万一爆发更大的冲突的时候 是没完没了的 那被形容拜登的做法更强 比之前更强硬的前总统雷跟川普形成对比 那他说真正的重点是要砍掉蛇的头 擒贼先擒王的概念 过去怎么样才能让选举有起死回生这种效果 有说之前公开吊死海山 兵拉登遗体被拖出来等等 一下子就会让选举扭转吗 塑造一个强人政治领袖的这样的风气的风范 那就可以赢得大选吗 那美国的华府智库学者说 如果拜登真的袭击伊朗 像川普这种共和党的人 就会谴责拜登是好战分子 所以反而他拖一个礼拜的原因 有各种的分析跟考量 但无论如何 光看看时间点结果论来往前推好了 现在拜登在南卡州 总算有个地方被形容初选告捷 而且得票率是97%这么的高 那他扬言要让川普再成为手下败将 从时间轴看起来 你看1月28号就已经被攻击 等了这么多天以来 2月3号开出了这个漂亮的胜选的初选 其实前一晚刚好有伊朗民兵 他去攻击 然后很早的时候他只是说 哎呀我们已经决定好怎么做 都不对怀透露 等到初选前一天吗 所以很多媒体分析 是不是就是为了初选时间 民意的关系 要等到前一天轰炸才能够展现一个 领导人强力的风范吗 但拜登的当然手上的问题非常的多 失业率虽然国内的话经济牌 有没有可能挽救他的 现在低民调的各种选情呢 失业率低通膨降温 这看起来包括联准率刚刚最新公布的利率 美国经济是好转的 所以有助于他的连任吗 那尤其在今的新的年度 就被说就业率突然间很快的 就业人口大增 所以纽约时报报道 这些一连串的经济数据 加上这个经济陷入衰退 这种恐惧 似乎慢慢的在这种不满的情绪里 让拜登站稳脚步 那但是也有媒体在酸 空虚一号上面有媒体搭上去了 那结果吃到了 白宫记者写的 居然吃到了烧焦的披萨 然后大家就在笑说 难道是想输掉底特律风格披萨吗 等等的拜登有让美国经济好转 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讨论 当然是纽时报导认为 以公开的数据来看 亮哥的确在经济数据上 从通膨率失业率是相对好转的 但是不管外交议题 或其他国内的移民议题等等的 拜登还是很难扭转这一局 因为目前是通膨降温 可是你不知道红海这个要搞多久 中东战争会不会扩大 这些都会影响到全球的石油价格 能源的价格 这个是假设这些因素都不存在 美国现在经济确实是不错 问题是欧洲很差 中国大陆目前也不如预期 只有你一支独秀有可能吗 所以这个还要再看 因为现在才2月 我觉得拜登现在面对俄乌 还有整个中东的局面 他真的没有好招 比如说这个智库或 我看看谁 参议员 共和党这个参议员就是在那边 讲一些废话 请问叶门胡赛的老大是谁 你告诉我 就讲那种废话你知道吗 请问伊拉克顺尼基金组织的 老大是谁 你告诉我 谁认识 怎么请贼先请皇 我跟你讲 他现在都是分散型的组织 就跟细胞分裂一样 就跟当年那个盖达组织这样 你打了这里人就散掉了 他就跟都是跟游击队一样 可是他却不断的造成你困扰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夜门胡赛武装 他离岛他就散掉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大堆山谷 你又没办法进去 他的包括那个无人机 还有各种火箭弹导弹的射程 绰绰有余 所以他对货轮还是可以造成攻击 然后你美国 你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基地 主要都在顺尼派那边 那为什么你偏偏在伊拉克 叙利亚还有基地呢 你为什么不撤呢 比如说你伊拉克还有2500人 叙利亚有人说800有人说900 你在这里当然就是不断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事实上在这次炸死人之前 他已经被攻击过165次 只是人家不要让你死人而已 所以我认为他们激进的那些 什叶派的力量现在已经转变想法了 就是要制造你的死伤 要逼你离开 逼你离开你人那么少 难道你还要再派军队进去吗 你还要征兵吗 所以拜登很难做 乌克兰也是 乌克兰现在欧洲通过要给他600亿 500亿 我说错了 可是里面有330亿是贷款 只有170亿是急救他的经济 那你共和党不给钱 乌克兰现在也陷入困境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三个事情在那边搅来搅去 你就会不断的看到拜登无能 然后束手无策的样子 那光是这个经济 是救不了他的选情了 的确在美国大选之前这一年 随时这些外交的议题 都会成为大家选战关注的焦点 也更难测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军总算对于先前基地被攻击的事件 做出了反击时隔了一周 那你认为这样的反击行动 是会有办法扩制住 或限制住战情的扩大 还是有可能反而有更大规模的战事发生 我觉得他最后的结果会跟美国在阿富汗一样 打了20年不会有什么结果 为什么 因为他面对的事不是正规军 而是一个叫做武装团体或是叛乱团体 不管你怎么去说他 这些所谓的武装团体或是叛乱团体 第一个他没有穿制服 第二个他没有营地 像我们一个正规军队 地几师 地几营 他在那里是营地 他基本上就在那里 那我问你像这些人他的营地在哪 他没有 他们现在消灭的大概都是消灭这些组织的弹药库 油库 而且像现在情况这么紧急 你打了之后他又说他要去报复 如果你是那些叛乱组织 你为什么你早就跑掉了 我也不会在那里 我一定躲起来 然后等到你觉得风头过了 你问我就会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的 因为我们几十年百年来的仇恨 就一直记在心里 然后他一定还会出来 然后美国都用什么打他 神盾舰 B1B 轰炸机 都是不晓得多么昂贵的 然后打出去的是导弹 都是以百万美金来做单位的 一百万 两百万美金 那这些判断团体用什么 就是一个无人机 无人机多少钱 一万 两万 我扛在肩上走到哪里 就这样发射一下 你怎么消灭我 你没有办法消灭我 而且你把我消灭了 可能我旁边的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我的爱人 因为仇恨 又取代了我的位置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这种战争是打不完的 能够去控制的一定是正规军 记住一定是正规军 像这种他们的胡塞组织 什么青年运动什么什么等等 正规军都很难把它消灭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很快讲一下美国大选 大家都说如果现在选 拜登一定输 可是对不起不是现在选 现在到11月还有一段时间 那在这段时间记住 拜登的执政团队有一群的精英 他们会竭尽一切手段 因为他们是一群人 想要维持住自己的 又吃香喝辣大群在握的工作 他们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要小心一点 但我们在观察中东这个战事 有可能再扩大吗 在这种报复来报复去的仇恨里头 什么时候才是终点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东的战火会蔓延到美国这边来吗 现在美英联军出手 拜登终于反击了 也是来自于国内的压力 对 因为共和党一直认为 拜登太软弱 拜登的支持者就认为说 共和党就是对于战争非常饥渴 希望发动战争 当然这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说法 整体来讲 其实我认为这场辩论在美国内部 其实他指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像CNN 因为他很支持拜登 他的说法是认为说 你看拜登这一次 为什么要等了五天才发动攻击 他是要让伊朗他的这些 以及他的这些伙伴们 有时间可以撤出 不会有重大的伤亡 他用一个理由是什么 就是我要让对手感受到我很愤怒 但是对手又可以吞下去 他不会反击 这样就不会一直循环下去 所以说他说 一个强者的展现是什么 是有节制的使用他的权利 但是反对他的人 现在是像以前哈佛大学教授 Neil Ferguson他怎么说 他说拜登将会是导致 第三次世界战争爆发的元凶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嚇阻 因为你没有采取足够的嚇阻 你看看周下的那边 你不认为是有名气 你不认为是有描迹呀 你不认为是有名气 还要看到於是有名气 这边就没有进化 但是由于是不认为是有名气 你不认为のは 闭著不哥也不认为是有名气 您不认为是一名气